Hello大家好 这是今天随便吃一点的沉浸米 今天呢有小伙伴推荐我们一种好趣又好玩的东西 外味豆 我刚才查了一些相关视频 这个东西呢就适合几个别人一起玩 然后输了就摇一下这个状态 吃对应的豆子 像什么臭鸡蛋 臭袜子 彼此味的糖 在这里面都可以找到 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就是这个孤家夸子 正经点 它这里面包含了 臭唇味 狗粮味 双牛奶味 鼻屎味 死鱼味 臭幽屁味 骑王水味 呕吐味 臭袜子味 臭鸡蛋味 百分之百内含古怪疯狂的口味 这里面我唯一怕的就是臭鸡蛋味 逻辑上应该是这样 你之前吃过这里面什么臭的东西 你就对什么有反感 我吃过臭鸡蛋 所以我对臭鸡蛋很恶心 会有很明显的反感 因为其他东西我都没有尝试过 没有闻过 所以我暂时对它们还能接受 谁害怕臭袜子味道 就说明谁吃过臭袜子 总共十种怪味豆 就这么闻的话 能闻到一点点的奇怪的味道 就有点像沿海地区 春天瓜南风 然后衣服的那种 丝臭味的那种 总共十种奇怪的味道 然后我们用重行状 十种味道我们尝试八种 我们状八次 只要我让我碰到臭鸡蛋味 我就可以接受 第一次 白色的 应该是这种 这一个是双牛奶味 那不就是双奶味吗 它的意思应该是那种双臭之后的牛奶 但是我没喝过那种双臭之后的牛奶 所以我这个味道 虽然有点怪 但是我能够接受 第二次 如果我们再撞到双牛奶味 那我们再重新再撞一次就行 总共十个味道 我要尝八个味道 黑色的 臭又屁味 黑色的 黑色的 喵 哇 哈哈 我是鬼 我闻靠这一片 這一個是...有點偏橙色的那種團 應該是這一種死魚味 我剛才馬上喝那個牛奶 馬上就有一股很臭的魚腥味過來 我們現在已經嘗過了 臭肉屁味、雙牛奶味、死魚味 整個人都不好了 第四種 這個顏色 應該是這一個 臭蟲味 臭蟲味 我現在周圍魚腥味好大 臭蟲味 臭蟲味 我已經把蟲味拿過來隨時準備吐了 你們知道...嘴巴裡有這種味道之後 然後再喝這個牛奶是有多麼噁心的事嗎 它那個臭蟲味吃進去嘴巴裡面是甜的 是甜的 第一味道... 我吃辣椒都沒有這麼狼狽過 給我推薦這種東西的小伙伴你贏了 臭蟲味就是吃進去是甜的 然後不知道從哪裡發出一種很微妙的一種味道 就很噁心的一種 感覺好多蟲子在你嘴裡面爬的那種感覺 我感覺我做不到八種味道 再挑戰最後一種味道 五種味道 看一下最後一個味道 能抽到哪一種豆子 又是紫黑色 黑色就是臭...臭...臭...臭蟲味 臭蟲味 就是臭蟲味 重新再撞一下 又是... 又是臭蟲味 臭蟲味 我沒有做任何手腳 這個盤 對應下來的話 就是這個 臭蟲味 反正都是一一對應下來的 這個位置就是臭蟲味 這個 聞不出太嚴重的味道 聞不出太嚴重的味道 你的臭蟲味 這就是臭蟲味 整理好 臭胃子是沒什麼味道的嗎? 再來一個 還是臭胃子味? 臭胃子是這個味道嗎? 我大概懂那個臭胃子味了 就是 襪子然後 泡了很久的水 然後發臭的那種味道 那我剛才為什麼第一個還能吃得下去 然後最噁心的是 你認真咬了之後 它那個糖黏在你的牙上 然後什麼都扣不掉 剩下的五種味道就給你們挑戰吧 我受不了了 好啦本期視頻到這裡結束 感謝大家的點贊 關注